要把世俗的公民看得平淡一些 不要用那个来缠斗自己 全国藩为了透过学习 改变他自己的命运 每天一定要读书 他连打仗的时候都要读书 然后写日记 日记就简简单单 今天做什么事 做什么事 有什么重要的心得 然后习制 然后讲中国的书法 是让你身体好 让你修养好 绝不对 绝不是只是写几个字而已 下围曲 终身以为常 曾国藩对李逢章说 你先把兵念好 你不要急以出帐 他告诉你 有军你就有权 当你势力大了 你要做洋务 你的阻力就会小 你要念好金兵 把你的脚跟站稳 你才能保存性命 你的弱点是什么 你看 一个人就是需要有人敢跟你讲这种话 心高气身 做事急躁 还多少有点任性 这些致命的弱点 如果不改的话 你会后患无穷 他这几句话 其实就是帮助别人 又救自己的一套方法 感谢观看